以斯拉纪第九章 这事做完了 众首领来见我 说 以色列民和祭司并立位人 没有离绝迦南人 赫人 比利西人 耶布斯人 亚门人 摩亚人 埃及人 亚摩尼人 仍向法这些国的民 仅可真的是 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 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 以至圣洁的种类 和这些国的民混杂 而且首领和官长 在这事上为罪魁 我一听见这事 就撕裂衣服和外袍 拔了头发和胡须 经聚忧闷而作 还为以色列神 言语占经的 都因这被鲁归回之人 所患的罪 聚集到我这里来 我就经聚忧闷而作 直到献晚祭的时候 献晚祭的时候 我起来 心中愁苦 穿着撕裂的衣袍 双膝跪下 向耶和华 我的神举手 说 我的神啊 我暴愧蒙羞 不敢向我神仰面 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 我们的罪恶滔天 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 我们的罪恶甚重 因我们的罪孽 我们和君王 祭师 都交在外邦猎王的手中 杀害 掳掠 抢夺 脸上蒙凶 正如今日的光景 现在耶和华 我们的神 暂且施恩于我们 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 使我们安稳 如钉子 定在他的圣索 我们的神 好光照我们的眼目 使我们在受挟制之中 稍微护心 我们是奴仆 然而 在受挟制之中 我们的神 仍没有丢弃我们 在波斯王眼前 向我们施恩 叫我们护心 能重建我们神的殿 修其毁坏之处 使我们在犹大 和耶路撒冷有强缘 我们的神啊 既是如此 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 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 所吩咐的说 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 是污秽之地 因列果之名的污秽 汉可真的是叫全地 从这边直到那边 满了污秽 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 嫁他们的儿子 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 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 和他们的异义 这样你们就可以强胜 吃这地的美物 并遗留这地 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 神啊 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 遭遇了这一切的事 并且 你行华我们 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 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 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 与这行可争之事的民 结亲呢 若这样行 你岂不向我们发怒 将我们灭绝 以致没有一个 剩下逃脱的人吗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因你是公义的 我们这剩下的人 才得逃脱 正如今日的光景 看啊 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 因此无人在你面前 站立得住 以色拉纪第十章 以色拉祷告 认罪 哭泣 呼呼在神殿前的时候 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 聚集到以色拉那里 成了大会 众民无不痛哭 属以兰的子孙 耶稀的儿子 释迦尼对以色拉说 我们在此地 娶了外邦女子为妻 干犯了我们的神 然而 以色列人还有指望 现在 当于我们的神立约 修这一切的妻 离绝他们所生的 照着我主和那因神 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 按律法而行 你起来 这是你当办的事 我们必帮助你 你当奋勉而行 以色拉变起来 使祭司长和立位人 并以色列众人启示说 必照这话去行 他们就起了事 以色拉从神殿前起来 进入以利亚时的儿子 约哈兰的屋里 到了那里不吃饭 也不喝水 因为被掳归回之人 所犯的罪 心里悲伤 他们通告犹大 和耶路撒冷 被掳归回的人 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 环部尊首领和长老 所议定 三日之内不来的 就必抄他的家 使他离开 被掳归回之人的会 于是 犹大和变亚敏众人 三日之内 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那日 正是九月二十日 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 因这事又因下大雨 就都战惊 祭司 以色拉站起来 对他们说 你们有罪了 因你们取了外邦的女子为妻 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 现在 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 遵行他的旨意 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 惠众都大声回答说 我们必照你的话行 只是百姓众多 又逢大雨的使令 我们不能站在外头 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 因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 不如为全惠众派首领办理 凡我们诚意中 娶外邦女子为妻的 当按锁定的日期 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 直到办完这事 神的列路就转离我们了 唯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 特瓦的儿子亚哈谢 阻挡这事 并有米苏兰和立位人 沙比爱帮助他们 被鲁归回的人如此而行 即使以色拉和些族长 按着宗族都指名剑派 在十月初一日 一同在座查办这事 到真月初一日 才查清取外邦女子的人数 在祭司中 查出取外邦女子为妻的 就是耶稣亚的子孙 约撒达的儿子 和他弟兄马西亚 以利以谢 亚利 基达利 他们便应许必修他们的妻 他们因有罪 就献群中的一只公民养赎罪 因麦的子孙中 有哈拿尼 西巴蒂亚 哈林的子孙中 有马西亚 以利亚 士玛亚 巴斯护尔的子孙中 有以利 约乃 马西亚 以什玛利 拿坦耶 约撒拔 以利亚沙 利未人中 有约撒拔 四美 基拉亚 基拉亚就是基利他 还有皮他西亚 犹大 以利以谢 歌唱的人中 有以利亚石 走门的人中 有沙龙 提莲 乌利 以色列人巴路的子孙中 有拉米 耶西亚 阿基亚 米亚敏 以利亚沙 马基亚 比拿亚 以兰的子孙中 有马他尼 撒加利亚 耶斜 亚底 耶利末 以利亚 撒土的子孙中 有以利亚乃 以利亚石 马他尼 耶利末 沙巴 亚西沙 以拜的子孙中 有约哈南 哈拿尼亚 撒拜 亚勒 巴尼的子孙中 有米苏兰 马路 亚大亚 亚树 四亚 耶利末 巴哈摩亚的子孙中 有阿迪拿 基拉 比拿亚 马西亚 马他尼 比撒列 宾内 马拿西 哈尼的子孙中 有以利亚穴 伊斯亚 马基亚 四马亚 西面 宾亚敏 马路 四马利亚 哈顺的子孙中 有马特乃 马达他 沙巴 以利华列 耶利买 马拿西 四美 哈尼的子孙中 有马带 亚马利亚 约瑟 尼泊的子孙中 有耶利 马他提亚 沙巴 西比拿 亚带 约尔 比拿亚 这些人都娶了外帮女子为妻 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 真言 第三十章 亚基的儿子 亚古尔的言语 就是真言 这人对仪铁和乌甲说 我比众人更蠢笨 也没有人的聪明 我没有学好智慧 也不认识自圣者 谁升天又降下来 谁飓风在掌握中 谁包水在衣服里 谁立定地的市集 他名叫什么 他儿子名叫什么 你知道吗 神的言语 句句都是念尽的 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他的言语 你不可加添 恐怕他责备你 你就显为说谎言的 我求你两件事 在我未死之间 不要不试给我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使我也不贫穷 也不富足 试给我虚用的饮食 恐怕 我保足不认你说 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 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你不要向主人残榜仆人 恐怕他咒诅你 你便算为有罪 有一中人 咒诅父亲 不给母亲祝福 有一中人 自以为清洁 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 有一中人 眼目何其高傲 眼皮也是高举 有一中人 牙如箭 齿如刀 要脱灭地上的困苦人 和世间的穷乏人 马皇有两个女儿 常说给呀给呀 有三样不知足的 连不说够的 共有四样 就是阴间和食胎 进水不足的地 并火 细笑互清 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 她的眼睛 必为骨中的乌鸦 啄出来 为阴处所吃 我所测不透的奇妙 有三样 连我所不知道的 共有四样 就是阴在空中飞的道 蛇在磐石上爬的道 船在海中行的道 男与女交合的道 淫妇的道 也是这样 她吃了 把嘴一插就说 我没有行恶 此地震动的有三样 连地担不起的 共有四样 就是仆人做王 鱼丸人吃饱 丑恶的女子出嫁 婢女皆续祖母 地上有四样小物 却甚聪明 蚂蚁是无力之类 却在夏天预备粮食 沙翻是软弱之类 却在磐石中造房 蝗虫没有君王 却分队而出 手工用枣抓墙 却住在王宫 步行威武的有三样 连行走威武的 共有四样 就是狮子 乃百兽中最为猛烈 无所躲避的 猎狗 攻三羊 和无人能敌的君王 你若行事于完 至高至傲 或是怀了恶恋 就当用手污口 摇牛奶必成懒油 扭鼻子 必出血 照样 激动怒气 必起争端 诗篇 第108篇 神啊 我心坚定 我口要唱诗歌颂 秦舍啊 你们当醒起 我自己要及早醒起 耶和华啊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在列邦中歌颂你 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 你的诚实达到穷昌 神啊 愿你从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求你应允我们 用右手拯救我们 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 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 我要欢乐 我要分开事件 葬梁苏格谷 激烈是我的 马拉西是我的 以法连是护卫我头的 犹大是我的葬 摩押是我的沐浴盆 我要向以东抛鞋 我必因圣菲利士呼喊 谁能领我进坚固城 谁能引我到以东地 神啊 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 神啊 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 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 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 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 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